明偶风云回 印谈与路旁 风云高 主持 陶杰 白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收看风云谷 二十代之后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形势 中国与国际之间的互动 甚至台海 动态清零等等 再加上美国的国会中期大选 紧张的事态发展一浪接一浪 最新的又引起国际 特别是台湾高度关注的 二十代之后 習近平去了延安 纪念延安整风之后 宣布 一个新的投行给自己 叫做军委联子总指挥 军委联子总指挥率领着中央军委副主席 几个其中包括他最信得过这个叫做 张又合 张又合的老爸 亦都是这些是军事的背景 和习近平 他们自小都有一个加势的交谊 还有最近 是来自东部战区的何卫东 主力是主持的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 访问台湾的时候 是对台海的那只 声称的封锁 甚至是拦截飞机 甚至是打着飞机下来 这位战略的最高地方的头目 这些就混习了一堂 习近平的罕友 就换成一身 最新的军事装备 迷彩军服 迷彩军服 同一群军委副主席 以及这些 高级的将领 穿同一样的新的迷彩服装 这个就是黄灰雜色 还有看 第一次是穿 土黄色的长蝦 这些全身航头 给你看 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说明要贯彻党的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的准备 以及全军要全部用全部精力 向打仗聚焦 加快提高打赢的能力 当然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要打 他放个阵出来 我觉得反而 又不用说在外面 这么担心着 但是 说明了 台海是非打不可 我们在 几个月之前 亦都在这里预测过 说是预测 分析 就说如果习近平二十大之后连任 向台海发动战争的机会 高达七成 现在果然 都可以说 严重了 因为美国方面的研判 已经将2007 推前到2005 一些就是2003 甚至最新的说法 今年年底之前都可以开拖 美国那种算不算是某种 战略的 深志的宣传 这个是令华 这个新姿态擺出来 你看这个迷彩服 和这个新裤 和穿上皮箱 这个确实是不尋常的一部包装 因为罕见 因为除了 全新的军服 和所有军委一起出席之外 他的措辞和内容 是以 以军事的 准备 打仗作为一个重心 他说 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国的安全形势 不稳定 的确定性 是增大 而全部的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其实大家都知道 随着澳湖战争的爆发之后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战略 或者战术上面的启示 首先第一就是 以西方为首 包括欧洲 欧盟 美国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其实到今时今日为止 大家都知道 其实没什么实效的 虽然实际上 对俄罗斯的经济有影响 但是因为 有很多的所谓地下的经济活动 包括那些黑市的 石油 或者伊朗和中国 和俄罗斯还在进行一些 很多的贸易关系 其实欧美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是指老苦 没有用 此其一 其二 就是在实际上 看到整个欧盟 包括美国 虽然他们有军援 乌克兰 但是实际上 看到他们的底牌 就是不想扩大战争 而特别是对核战 有所忌惮 所以呢 中国 就知道了 其实 如果一旦 真的对台湾动武的时候 美国和欧盟 未必 会 好像乌克兰那样 全军去投入 去支援 但是此其一 其二 边场莫及 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乌克兰 他们可以在波兰 斯洛佛克 甚至德国 输运武器过去 陆路很容易 用火车 但是在台海 万一爆发战争的时候 横跨是整个大西洋 兼夹 苏伊士运河 还要 在下面的印度洋 再去到上面的马六甲海峽 才南中国海 增援台湾 收工了 但是美国也表达出了多次 由拜登总统的口 说美国必定会出手防 在台湾的决心 所以亦可见 如果美国出手防 卫台的话 打法完全不同 现在 我们在八个月之前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 亦早说 习近平 中国必定密切留意 乌克兰 战场的战局和 普京应对的策略 现在 过了八个月 其实相当明朗 普京这场仗是输难的 他号称国内征召 30万的后备军 然后搞了一个月 现在手头召集了 22万多 并且第一批投入了4万 这些民间的后备军 直入乌东南部 克尔松 和乌东 顿尼之黑 这些战场 但是短短 一个星期至5日之间 这里的8万兵 已经 死了一半 这些很多人害怕 平均 被殲灭 是阵亡 以及负伤 现在这班后备军 去到非常凄凉 第一 就埋怨指挥官 指挥不离 指挥官就觉得 派来这些后备官根本未够清 他10月 16号 就开始换衣 在俄罗斯入伍 11月1号就赶上战 即是只有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持枪 上子弹 瞄准 还有重要配合 指挥 上阵 这些 速成班 你说在香港 你学车 两个星期学到多少课 两个星期学到多少 有多大的进步 所以这些后备军送到乌克兰战场 指挥军说不收货 你们太差 但是后备军去到 迫着又要打 就说指挥官 是没有了道 指挥官就说 你们这些 容易打鹿的兵是害我 那些兵就说指挥官是假的 是搞到我们 是没命 所以现在里面已经是自伤残杀 再加上后面有一批监督军 哪个蛇车打到退 就在后面掃射 所以现在 根本是 烏克兰的南部 这个黑二虫 就要出面给乌克兰的军队团团包围 这个乌冬也是岌岌可艾 因为根本现在 乌克兰也不用怎么打 久不久就弄两口海马斯这些导弹 令到他们已经震过大乱 自伤残杀 所以很多人害怕 这个败局是肯定的 最后就是你现在普京 到底是否够不够敢用核弹 这个又是一个旧的话题 现在这个战局 在 在乌克兰的陈埃诺令 反而令到习近平等人看到 大事 既然大佬在那里书牙 我不知道他怎么收科 要不就移交国际 这个海牙战争法庭 要不就说定数 很快就签署 这个叫停滞协议 要不就普京在里面被人怒弄 什么结果都好 美国现在摆明 下一个重心 就这样移位 是对证这个远东 全力防卫这个叫台海 此其一 第二那些晶片 是开始全力杯葛 如果对于中国来说 等到2027 才开始 太迟了 那个晶片 你现在原地踏步 而在美国和欧洲 一直到2027 即5年之后 那个距离 一直是会拉大 但是如果你越早打 你的晶片 就跟它那个距离越小 没错 还有 其实在 刚才你提及的时间 的确不是在中国那边 因为美国和欧盟为首 已经对于中国的 抗张和军事的威胁 十分之 担心 最近 德国不是说卖过晶片厂 Almos 就给中国大陆 据问 都受到美国的压力 接着德国的政府 似乎 就要对这个晶片交易 晶片厂的交易 就杀停 已经看到 很担心 中国是利用这些晶片的技术 去进一步抗军 而习近平这个这样的姿态 摆出来 还说 全部 是要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 向打仗用劲 是更加令到人觉得 台海的战争 是逼近离节 因为其实现在的晶片 恰恰等于 1941年的时候 的石油一样 因为当时日本 的石油 是依赖美国的进口 当时美国就实施禁运 禁运这个石油 就令到日本的工业 和战争机器 就会干绝和煞停 所以日本才 提出这个 偷习珍珠港的计划 希望 可以南下 向 文来 马来西亚的油田 可以得到石油的供应 现在非常相似 很相似 现在只不过是换了是晶片 而不是石油 30年代美1940年的石油 就是现在21世纪的晶片 30年代美1940年 日本公然和德国结盟 现在也看到 中国的习近平 到底有多大程度 和普京结盟 一旦结盟 张正要签过 条约 所以这里 没有那么老衬 就不会有正式的结盟 是由中国 北韩 俄罗斯 或拉近伊朗 四个国家派外长 混习 莫斯科一起吹鸡 坐下签 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这样的火烧连蛮船 是上次第2次世界大战 是上次第2次世界大战 但是私底下里面 某种的 谈判和默契 是有的 但是这些谈判和默契 你也知道 你也不要抵抗了 现在美国的太空技术 监察 那个能力 还有 你如果真的要中国 和俄国 准备打一场 台海的大战 沟通是很重要的 你要记得 在第2次世界大战 英国 局势最危险的 德国派兵狂炸 伦敦和其他城市 那时邱吉尼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穿梭大西洋 来回很多次 罗斯福 包括到华盛顿 包括到加拿大的 弗尼克斯 然后坐下 大家两兄弟 英语世界为武语 讲到很详细 而且两边来说 一个都是君子 一个是罗斯福 一个是邱吉尼 說到是有一個很密集的溝通 但現在普京 和習近平兩個之間 只在上海合作會議 其中一個都臨早 吃飯都不吃 就交了一腳 所以溝通是很薄弱的 當年這個日俄之 日德的結盟 雖然大家是足心 為甚麼各自戰敗呢 就是東條英基 希特拉之間沒有溝通 所以現在這個溝通很薄弱 是阿頭和阿頭之間 這是美國的優勢 但是美國和盟國 北約和英國之間的溝通是非常密切 而且擁有共同的利益和文明價值的基礎 所以我看打仗的 籌備階段 我們現在是在局面結合歷史的先例 第二 習近平雖然要全力指向戰爭 也是一個講字 如果你真的指向戰爭 甚麼是指向戰爭呢 整個國家的經濟進入一個叫戰時經濟 以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的英國是甚麼呢 全國的汽車業 製造業 是暫停 是全製造了軍車 和坦克 包括在倫敦北部的高雲地利城 即是在百明漢附近的 高雲地利本來 是製造現在倫敦 我們也看到的 一些黑箱的的士 是很出名的 是一個汽車城 一到這個叫戰爭經濟 狀態 整個高雲地利 汽車廠就改造坦克車和裝甲車 所以希特拉必定是把整個高雲地利炸平不可 還有其他八明漢 倫敦這些 中國大陸來說是有些跡象 例如公銷石 以及公共食堂 所以給別人的分析是逐步進入戰時經濟 這個叫糧食戰略環節 其他來說仍然是欠奉的 特別是有關於登陸艇 或者登陸艦的數目 網上有些軍事專家研究過 其實現在以中國擁有的登陸艦 或者登陸艇 其實他只能夠同一時間 運送大約兩個女的 解放軍 一個女大約 五到七千人 很少 同一時間 當有效地去運送 就只是運送這萬多二萬人 第一波的上岸 接著就要 進行第二波 這個數目遠遠對於一個奪取一個攤頭的控制權 甚至作為一個大規模的入侵 是遠遠不足夠的 當然你可以說他可以動用散兵 這些 但大家都知道 在傳統來說 散兵只能夠作為一種 半特種部隊 或者是一種奇襲的方式 如果集中使用 有些人開玩笑 經常都說 解放軍的散兵降落去台北總統府 跟著好像普京想捉習年司機 這些是童話 所以有另外一個 叫做 計法 不是計算他有多少隻航空母艦 是計算他的登陸艦製造的數目 會不會去到一個 例如說 雙倍了的數目 令到他可以同一波 登陸部隊可以超過 一萬多二萬人 這樣就會有機會 進行一個台海的戰爭 因為純粹以飛彈 或者轟炸的方式 絕對不能夠征服 所以要全國在登陸艇的 相關工業 和工廠 日以繼夜 開工 包括在上海 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話 例如做Tesla電動汽車 馬上停 不要再做電動汽車 或者將一半的產能 撥出來 去做相關的 例如用晶片 放進新型的登陸艇 去做另一類 新型的 軍車 這些就是美國衛星傳媒看到了 以及在上海裏面很多的西方國家 這些很聰明的商業間諜 什麼都好 一定有情報就流出來了 暫時未止 未止沒有這些跡象 所以說即使你是穿了這樣的英俊衣 一套航頭 聲稱什麼呢 就要 絕對忠誠 善謀打仗 指揮高校 敢打必勝 這些 是詞彙 現在最重要是看實質 如果真的穿了這樣的航頭 中國 各地的兵工廠 以及那些運輸業 製造業 現在應該在上面的衛星給別人看得清清楚楚 是一個 全總動員的局面 另外一個趨勢就是有限於 俄烏戰爭 特別是烏克蘭使用無人機 進行很多的空中攻擊 無論對付裝甲部隊或者步兵 大家上youtube都看到很多這些畫面 其實現在中國 吸收了這個經驗 大規模發展它的無人機部隊 這個無人機部隊 第一當然就是駕廉物美 相對於傳統的戰機 亦都可以大量使用 跨過台海 去進行 攻擊 台灣 本土的防空系統 或者火箭炮 或者炮兵陣地 現在 中國 向這方面 大規模研究 以及 抗軍 所以未來的戰爭 有機會是一個大規模的 無人機的機械人部隊 先作為先頭部隊 向台灣進攻 當然美國或者台灣方面 都有所準備 不過傳統的防空武器 據聞 對於這些無人機的效率 不太高 而且成本 不抵 因為無人機太便宜 但是現在 烏克蘭 因為收到德國的防空炮系統 發現 這些防空炮雖然在冷戰時代 可以生產和使用 但原來 今時今日不是用來對付傳統戰機 對付這些無人機是十分有效的 通過雷達的導引 和密集的炮火 可以對付這些無人機 所以接下來 其實是一場 台海 我相信是一場高科技的戰爭 因為中國一定是有一些牌子 已經收藏了 而這些牌子 我相信 都是離不開 剛才我所說的 無人機部隊 以及這個無人機 到底如果你打台灣的時候 你會增加空中 軍備的多少個比例呢 這個也是看上吃飯看 烏克蘭 最近就是這三個星期 烏克蘭 用那個無人機 以及俄羅斯方面 不夠無人機 要去伊朗輸入 這個才是最近三個星期的最新 發展 在此之前 是沒有的 例如說剛剛打的時候 烏克蘭剛剛打的時候 我想二三月 中國最高的軍委指揮部 也猜不到 在半年之後 無人機 那個需求量特升 為什麼他猜不到呢 因為普京猜不到 普京猜到二月底的時候 就不會出兵 那種裝甲車 就像第二次世界那樣的模式 所以我經常都說戰爭的發展 是 那顆色仔是在上帝手中 上帝窄的那顆色 是不是要窄全色 還是要窄246 上帝也控制不了 所以經過8個多月 烏克蘭戰爭到現在 無人機的份量 比例是增加 中國一定會知道 所以11月8日就在珠海 舉行了一場 中國航空展覽 中國航空展覽 很敏感 有些是送給你看 有些是不送 包括裏面有50款武器裝備 聲稱投入新時代 練兵備戰 包括 殲20 是吧 殲20 他就聲稱 是那些 第五代捷機 第五代捷機 是可以機翼 可以摺埋 轉彎 諸如此類 但是現在這個 珠海這個軍事的展覽裏面 吸引到大量的軍事迷 反而在展覽裏面 四圍穩 俄古戰爭中 大量使用的 無人機 在中國這一次 那個珠海的戰覽裏面 到底有多少款 所以這些就是經常發生的新的事態 那麼你老澤是做一個 媒彩裏 叫做中央什麼 軍委 聯子 總指揮 這個是百科傳書 來的 十八般武藝 即是你什麼都懂 由這個叫做高科技 無人戰機 轟炸機 海軍 空軍 乃至到這個情報 是全部要你決策 當然下面有不同的部門 這個無人機確實是 最近這幾天 台灣方面也有人說 總統府上空突然多了很多隻 三數百隻的無人機 飛來飛去 這些不知道哪個方法 可以在國內 可以在台灣境內民間那些人 那些可疑的人士 像過年過節點孔明燈一樣 放棄這些無人機是中國製造的 但是無人機方面來說 中國的開發是落後過美國10年 還有現在的數量是不是 你要攻打台灣的話 你現在第一層更改戰略 增加無人機的使用 無人機之前不是想著導彈 導彈之前不是想著 千帆並舉 總之人海戰術派有三千架漁船 像是矮蠟像 這是九十年代的那種想法 千帆並舉 矮蠟像不可以就是 千口導彈 現在就變成 萬口無人機 你不斷地換畫轉來轉去 你後面的後勤 運輸 製造業 以及整個 指揮系統的戰略佈局的改變 夠不夠快呢 要來不來一次呢 是不是年底就是動手呢 年底動手行不行呢 無人機夠不夠清 夠不夠多呢 就是這樣 其實在現代衛星的情報 加上美國的戰略偵察機KC-135這類 其實對於中國在台海沿岸的軍力 或者是他們的軍事部署 是長期監控的 其實如果真的要發生台海戰役 中國的動員 或者是那個戰備的集結 通過鐵路 或者通過公路 其實美國一定是知道的 正正等於在俄烏戰爭之前 其實在歐美的情報系統都知道 普京是即將發動進攻的 這個情況 問題就是考驗 其實考驗中國 對於他第一波的攻擊 是沒有什麼懸念的 因為他先發制人 他有一個 導彈或者無人機數量的優勢 但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就是後勤 其實跟 現在俄羅斯面對的情況一樣 等於俄羅斯 開始打烏克蘭的時候 是威勢勢的 頭一個月裡面 勢如破竹 烏軍節節敗退 但是接著 出現了一個問題 是後勤的問題 後勤的問題 在台海將會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除了剛才我提及登陸部隊的運輸艦之外 其實還有 要運送後來的彈藥 或者是補給 糧草呢 你忘記這個解放軍 在台灣南部上登陸之後 那些軍糧 台灣當地的山包敏南人 敲鑼打鼓 起形解放軍親人 在家裏都在煮 淡仔麵 腦肉飯送給你吃 你敢不敢吃呢 你不敢的話 在那裏 在那裏煮十天 當你十天 然後糧食 你怎麼又跨過台海 由漁船 運上岸 每一個環節 都非常重要 還有沒有把握 因為在近代 這幾十年 甚至我大膽一點說 一百年來 中國沒有打過一場 成功 或是具規模的登陸戰 成功 古令頭 我當作是一個小規模的登陸 1979年這個程越戰 也算是有些成績 但他不是登陸 是由陸地打過去 中國的軍隊 自古以來 對於海戰 登陸 這個是弱的 這個 所以 我經常都覺得 台海之戰 可以 是一個 成功地統一中國的機會 以習近平的角度來說 但同時間也能暴露成一個中國軍力 的弱點 還沒有打過 這個叫做清初 康熙那時候 派過私糧 這個叫做渡海 去打 鄭成功 鄭氏家族的後人 打過一旦 零零星星 但是你看看這個2000多年 中國歷史上各大著名的戰爭 官渡之戰 赤壁之戰 巨鹿之戰 長平之戰 這些 全部都是 其實是陸地相連的戰爭 同質性很強 不同的都是打同一種類型的戰爭 海戰 一場未有打斥雞鋼 也不算是 這就是那些 波購上岸 消殺 海戰就數來數去甲午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連這個79年 所謂的程越戰 也是經過 廣西的邊境藍陵 也有殺過 很古老 打台灣 還有是面對美國 日本 一個小學程度 的學生仔 是你不斷考過四則運算 考過很多次 突然間現在 不止是微積分 是給了一張大學數學 是三年級的畢業試卷給你做 中間跳很多級 是不是 怎麼行呢 因為登陸戰 在軍事學來說 是一場 最高級的 戰爭 比起一般的陸戰 或者什麼封鎖 或者是一般的 攻城戰 是更加高階的 就是這場 因為剛才提及 不確定的因素 很多 經常都說 欺山莫欺水 以往在歷史上 蒙古都曾經想攻去日本 遇到神風 接著一成對蒙古的艦隊 被吹散 南炒 再加上 譬如說 在 風神秀吉 入侵朝鮮的時候 當時的 朝鮮國 也是 在海戰上 遭受到 韓國的 海軍 對付 亦都想 舔不到舔頭 其實在海戰上 很多的 unknown 何況他沒有經驗 日軍和美軍 海戰方面 戰爭經驗 非常豐富 尤其是美軍 雖然 比較悲觀 台海的戰爭 不能避免 但有時候 我就反過來想 我覺得早打早著 如果真的要打 真的要打 很多小粉紅都希望早打早著 你說統一台灣 很多人 長不痛不如短痛 是不是 我就覺得早打早著 避免向淺中醫 既然你覺得台灣 是不是美國 勢力介入 是一場深切的 癌症 為甚麼你要等到 第四期才動呢 現在在第2期 正在向第3期 轉化 為什麼現在不做手術家 這個叫化療 電療 沒有眼睛 香港人 每個人都很支持 很支持中國 很支持習近平 現在是想早動 真的 遲幾年動 那些晶片 你追不到 夜長夢多 隨著環太平洋軍演 包括澳洲 印度 南韓 日本 菲律賓 印尼 這些全部 其實都已經 現在每年 跟美軍 在整個南中國海 進行海軍演習 這些其實也是作為備戰的準備 其實 如果越拖得太久 其實 反過來講 對於中國的統一 反而不利 因為 他自己知道 所以他急 習主席是一個 非常優秀的天才 我大膽地說一句 你拖多5年 你更加 統一不了台灣 你又不用跟習主席那麼擔心 他卻有很多人才 這個世界 成語有句 叫做打鐵趁熱 確實是 你現在種種的形勢 劍指 特朗普又散回來了 中期選舉 據聞 共和黨有機會 贏 共和黨一贏 對於民主黨的制爪 是更加強 本來兩黨對於中國 已經有共識 這個共識 是會更加強 然後 下半期 兩年 拜登的民主黨 會進一步的弱勢 但他會發貌 他要連任的話 看得實一實 怎麼會 金拜下風呢 對嗎 但是如果被共和黨 撒回頭 下一屆 無論是特朗普回來也好 蒂桑提也好 他又是擺一個 強師的陣容 這分分鐘 蓬佩奧又回來了 又要請 其他的 John Bolton 波爾頓 這些全部威威的戰將 現在 你看拜登也 手振振捉錯手 手都捉錯 還有國家安全事務 蘇利文 整個樣子好像很怯 好像黑白無常 白無常 還有他那時候 跟希拉里的電郵 說不如把台灣送給 中國來取消所有的國債 他們兩者弟之間的 電郵通訊很有趣 拿這東西來玩 台灣可以扔給你 然後Solomon說 It's interesting 好像說值得研究 所以這方面 我認為 上面這些 偉大的 戰略界一定有自己的盤算 另外最近聽到 日本的很多 例如說 年輕人 又或者是日本的 一些 政治家 其實預期日本 必然會被波及 所以其實近年 日本的備戰 能力也加強了 例如說 將出雲號 和家賀號兩手 所謂的導彈護衛艦升級 將它的甲板上面加鋪了一層 可以容許高熱的涂層 方便F-35的 艦載機 在上面升降 也曾經已經嘗試成功了 這些很明顯 日本是準備 將兩手的導彈護衛艦 變成航空母艦 亦都修憲 這件事雖然未成事 但是 繼續在推行 特別安倍 遇刺之後 朝野之間對於修憲 又好像積極了很多 還有 近期日本希望 修改它的法律 可以出口一些武器 支援烏克蘭 所以日本方面 有高度的危機儀式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近距離 去分析 現在 重新裝修之後 表面再包裝一套全身英俊迷彩服 一對 之後 習近平軍委主席進入台海邊打的狀態之後 攻打台灣的三種風格 好了 封完工 下一集再會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風雲谷 在YouTube平台出發 筆問翻牆 彈球月界 少汗古今善惡 審究人情八態 逢星期二四六晚10點 風雲谷約定全球華人 節目是完全免費播放 而我們在短短一個月間 訂閱人數升破10萬 大家的這份支持 令風雲谷的團隊打了一支強心針 亦不枉陶健 霸偉聰 我們兩位主持 每次長途不攝 淺利條條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如果看到這裏 大家還未在YouTube Like這一集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無論你在不在直播時段 大家也可以用超級感謝 超級貼圖 以及超級留言 支持我們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也會包括有每一集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會令我們可以更加有動力 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憂谷 一直走到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 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